大家好 又到我們敗家的時間 終於到了金水我們最後一隻的DCMOTIVA角色 沒錯 今天我們開的就是這個 夜翼的 不過 講起夜翼這個名字 我的幼稚鬼經常聯想到一種日常用品 所以不如我們用英文來稱呼它吧 這次我們這隻Nightwing 是出自這個Death of the Family的故事 其實之前Muffine Toys都出過其他版本的Nightwing 但我是沒有入手的 所以趁這次他推出了這個小丑化的版本 就立即入手了 不如我們不要說那麼多 立即開一盒 好 讓我先拆掉它 好了 我已經拿出了Dick 這次這隻Nightwing 照舊都有小圓盆一個 以及人物角色卡一張 這次這張人物角色卡 應該用回舊的那張 它沒有捉卡化的新插圖給我們 這次這隻Nightwing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都是Muffine Toys 第三次用到這個Nightwing的身體 所以基本上我們這次買這個Nightwing的目的就是為了它的頭雕 主要都是 這次它這個這麼有趣的頭雕 你看到呢 它的髮型好像跟之前正常化的時候差不多 但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面孔 這次大家近鏡就會看得非常清楚 它的臉是非常皺的 是皺過捉卡好多的 還有當然 它的眼神也陰險了很多 的確你看到我頭雕的時候 它是有之前DARF NIGHTMETAL的時候 那些羅賓犬的感覺 但這次這個頭雕 我覺得它的口 或者牙齒有得非常好 有做到多重塗裝之外 牙齒也做到滲線 所以我們看到牙齒的紋理非常清楚 非常漂亮 但是這次它的臉和頸 沒錯 這兩個白色的地方 它都沒有做到皮膚塗裝 所以看上去膠感會比較重 我們再看看它的身體 跟之前Toupet裝的Nightwing的身體 或者是第一Wave的Dismontiverse 藍色版本 其實這個身體應該和頸完之後 都是一模一樣的 雖然它的鏡頭 顏色非常少 但是我們近鏡也會看到 它不是整套平平 除了很強的肌肉感之外 它有些裝飾的紋理 有些少量的網民 做一套鏡頭的點綴 尤其是一些內檔位 或者是市場磨擦地方 它都很合理地加上一些 那些... 感覺上會... 內...內粗一點的... 布料 它們的衣服 就沒有那麼寡 而且... 大家剛才會看到 它背部有一個武器架 沒錯 剛才拿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會看到 那... 迫招牌的... 這一對雙棍 這次也是給你 你也不會看到 它有什麼神武器 剛才... 在盒子拿出來的時候 其實... 它已經... 雙之雙棍 就插到它 手上了 它跟我們之前 RESON所說的一樣 它本身是有些 pre-post 在盒子拿出來的時候 已經是這樣 當然... 或者我自己最喜歡的 就是把這兩支棍 放回它背部的武器架 這樣... 對了... Night Ring 的忍者感 我覺得這樣會重很多 我們再來玩一下Night Ring的可動 首先... 頭部... 再來... 髮型沒有影響頸 所以... 頭部... 可以比較高 另外... 向下... 下巴... 反而會頂住 這個... 胡鐵位... 有少許的... 動幅度 手臂... 360度轉 完全沒有問題 另外... 也有一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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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關節 手掌... 雙關節 所以... 完全早接手 另外... 手掌... 也是用平常的... 球形關節 所以... 內外接 和轉都沒有問題 再來看看... 它的身體 好一點 本身... 上胸和小腹 是有分件的 所以... 除了可以平轉之外... 嘩... 嘩... 它也可以向前後 幅度少一點 以及向後的 向後會大很多 另外... 小腹和腰間 亦有做分件 所以... 腰關節 都可以平轉 但是... 這個... 腹型的關係 會比較... 咬得小腹這個件實一點 另外... 前後搖擺幅度 向前... 噢... 那個幅度比上仁更高 向後... 這樣更加理想 另外... 股關節方面... 褲本身是軟膠 所以... 我們向前腹 90度完全沒有問題 向後呢... 其實90度也可以的 但是... 前面這裡 就會有些錯位出現了 另外... 我們平舉... 雖然去不到90度 但是... 其實都非常理想的了 再來... 膝頭的雙關節 摺腳完全沒有問題 以及... 這個腳腦關節 上半部可以平轉 圓球的下半部可以做到摺地 另外當然還有我們招牌的腳趾關節 我們再來看看大少的比例 首先拿出來的是Dark Knight Metal的Batman 然後... 接下來的... 下一項... Flash Point的Batman 最後當然要加上Dark Knight Death Metal的Batman 大家可以看到他們四隻的大小比例分別 其實我猜不到我第一隻入手的Night Ring會是這一款的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買2-pack裝的那一隻 Night Ring加這個紅頭罩 但是... 每次買現貨的時候都有一些各式各樣的瑕疵 所以拖到今時今日... 我入手了這一隻... 小丑化的Night Ring 我還是沒有入手的2-pack裝 這件事是我意想不到的 這次這個Night Ring的身體 其實已經是一年前第一波DC Multiverse的產物 但是... 我今時今日拿上手玩也好 都覺得這個Night Ring是非常精彩的 它是一個非常忍者化風格的外觀 配合它的高可動的活動關節 我覺得它做出來的效果是非常理想的 這次這隻就是我們3月份的DC Multiverse系列的最後一個產品介紹 但是如果有追開McFrancoy消息的師兄們都會記得 其實3月份 還有一套Dark Knight Death Metal的Figure 是還未推出的 希望4月份它會推出給我們 我們到時還跟大家慢慢玩 去看看 2月1日 感谢观看